昨天我們有開放這個會議展覽的這個 人數溶流上限 那 是想問一下說 這個部分 為什麼沒有經過專家會議的討論 因為有專家 擔心就是 BNT如果只打一劑的話 保護力是不到四成 這樣的開放的話 可能會有點危險 那另外一題是想要問一下說 我們首批客製化 的BNT疫苗是不是9月22號就會到貨 那 接下來會 我們會怎麼分配 在這個詹程上面是我們開放措施的一環 那在我們的主管單位裡面 當然有希望說 一定的疫苗的施打率 並不是當作一個最主要的防疫的措施 最主要 還是在人流管制 還有大家裡面的口罩跟社交的距離 然後第二個 大家目前還沒有辦法證實 BNT要來的時間 我們很多次都沒有專家會議 我們指引大部分 都是在行政上面做考量